你经常可以在超市或者其他花店看到减价很便宜的蝴蝶兰 这些蝴蝶兰因为养护不好 买回来的时候已经状态都不大好了 但是我们经过换盆和护理呢 可以把它们都养好了 我们给每一颗花准备一个桃盆 再准备一个套盆 好像我们之前的片子里说的那样 这些套盆有隔水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不大需要那个小石头了 你可以看到这些花的根部都不是很健康了 已经开始发白 有地方已经发霉了 把原来的基石从根上取下来 如果粘得很结实可以稍微抖一抖 这个需要一点点耐心的把它慢慢清理掉 这种水草基质比较容易吸水 有时候掌握不好太潮湿 根部很容易腐烂发霉 所以我会建议把它们都拿掉 基质清理干净以后 把这些烂根剪掉 你能看到这些根已经开始发霉腐烂了 都不是太好了 然后我们把新的树皮基质放到盆底 我比较喜欢用这种 因为比较透气 水分比较容易掌握 然后我们把新的这个 拿出来的这个兰花呢 就放到盆里面 和之前片子里说的那样子 我们尽量的就是把它那些缝隙 慢慢的都给它填满 离这个盆口大约一寸的样子 然后呢还是抖一抖 让它那些小颗粒把缝隙都填满 然后我们把这个换好的盆 就放到套盆里头 现在开始浇水 一定要浇透 因为这些基质都是干的嘛 所以第一次一定要浇透 你看它的套盆里头都是水 是不是啊 然后你就把这些盆啊 放在里面 泡上三四个小时 一直到里面那些树皮基质 都充满了水 然后要把套盆里的水要倒掉 记住蝴蝶兰原本是寄生在树林里 大树上的植物 喜欢温暖又潮湿 有足够光线 阳光还不想太强 并且还要有温差的环境 所以你把换好的蝴蝶兰啊 就放在温暖没有太阳直射的地方 如果夜间温度低于18度的时候 要搬回家里面 大概四到六周 新的花芽就会开始长出来了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